今天很高興來,看到那個老朋友 那隻拉過拉包拳,去年我就看過 那隻是導盲拳後來退休 結果他的主人對他非常好 那心臟病還給他送去台大獸醫院去開刀 還花了不少錢,所以那隻狗是做過開心手術的 那個項圈一撞上去,每隻狗都變得很敬業 因為這些狗都是有訓練過的 所以我們以後看到導盲拳 還是有三部醫藥,順便宣導一下 第一,不要餵食了 因為,剛才講了一個笑話 有一次我們在開那個治安會報 我就問那個警察局長 我說那個夜店,就派米格爐 每次巡邏夜店就帶米格爐去 我說這個機場,米格爐找毒品都很厲害 為什麼每次巡邏夜店就把米格爐帶去 他們跟我回答說,帶去以後 那些米格爐還是被那個桌上的炸雞吸引走了 所以把客人的那個炸雞,桌上炸雞都吃光了 那個要集毒的任務就忘掉了 所以這些狗雖然訓練有數 但是你們還是不要拿雞排去引誘他們 所以一般看到這些導盲拳,他們就是來上班 所以不要餵食了 第二點,不要去干擾他 就不要去干擾他 另外一個是,也不要拒絕他 因為有些店看到這種導盲拳就不讓他進來 其實這些狗都訓練相當有數 不會隨便大小便 所以散步,不干擾 然後不餵食,不拒絕 最後一個醫藥,就是看到那種導盲拳 我們應該主動去詢問他說,你們怎麼需要幫忙 所以散步醫藥,是我們面對導盲拳的一個基本的態度